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每次冬至都拒绝吃汤圆 就放弃吃汤圆这件事绝对不吃 然后就假装动灵这样子 还有过年 跨年不过 跨年 对 你知道就是讲年龄的时候就跨年你就要就讲虚岁嘛 你就要再多加一岁就没过 我们要学那个校长啊 Forever 25这样子 然后永远停滞在这个年龄 哦 就是25加几千天啊那种 但是前面的数字还是不维持 我主要是一直被你这个 这个恋人的衣服被我引了我走行 我刚删了一头木才过来的 有点累啊 我觉得你是不是刚从熊窝过来 不是 我就觉得应该会很冷 然后就穿太多出门 但来了之后觉得公司冷气特别冷 就继续穿着吧 说你这衣服要对付两年 所以应该多穿一年 是啊 对 也是不容易 对 所以徐老师 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到了年终就要盘点 很多媒体啊 就要这个盘点 这个很不对我的性子 因为我完全记不住 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是 对吧 我觉得我活得没心没肺的 那样的人 不过我还认真盘点呢 你怎么 谁要求你盘点 就是说有啊 有朋友啊 有媒体啊 就是说想想过去一年 我小时候每年写时间 就每一年国家时间大事 个人时间大事 每年写的 这两年不大写 那你有怀旧之思是吗 说实在话 2015年很平淡的一年 这还平淡啊 天津港都炸成那样了 还叫平淡吗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这一年啊 这一年还是比较平淡的一年 天哪 徐老师以后要常常来播我们新闻 你知道 播新闻每年都觉得哇 今年好精彩啊 每年大事多 你就知道徐老师 他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什么 这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 能够说看今天的日子都叫平淡 不 我讲的是国家是国际啊 个人来说 这一年是很很多的事情 很大的事情 但是国家国际来说 这一年开始期望有很大的事情 比方说吧 国际 我们年初的时候就在讲 要纪念二战结束嘛 对不对啊 这是一件很大的 纪念啊 但是 好像也没啥用啊 你看纪念啊 很多国家不来 最后本来纪念二战这个仪式 想改变现在这个冷战的格局 最后也没改变 行了 徐老师你就知足吧 没 今年没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说明纪念了 对不对 说明我们吸取教训了 又有了反恐啊 对啊 以为这个恐怖袭击出来 世界要改变了 最后还是没有 你看转来转去 这个世界最后还是个冷战的格局 你瞧 这就是从冷战年代走过来的人 比较悲观一点的那个感觉 你像我们 你像我关注点 徐老师应该就跟你不同 他各种盘点啊 我比较关注 有一个啊 叫2015最佳负能量盘点 我一想都是我说过的新闻 真是 你知道今年负能量盘点 上海外滩 都没提点事 没提 不够级别 你知道吗 第一条就是 今年啊 仨人花20万人民币 造出了17万的假币 有有有 这个我们有看过 你记得报告吗 就为了要做假币 就是花更多的 还是要我们山东人实在 仨他团伙就要注那个硬币啊 放了硬币 说咱们得做的真材实料 要不被人认出假的来 最后投资20万 做了17万 这样的 不服成本啊 对 还有一个 英国马拉松 仅一人完成比赛 第二名带着5000人跑错路 这个一人有 这超好奇 这真事吧 这都是真实 这是真实的事情 在曹操牧 发现一具小孩的尸骨 专家说 是小时候的曹操 真的是当时新闻报道 真的 我的娘啊 就是你看 小时候的曹操 还有一个什么 女子为下男友报警 称其是逃犯 警方来到后 发现真是逃犯 这都是真事啊 然后 美国一青年举枪自杀 被其母亲发现后报警 警察为防止该青年自杀 将其击毙 这个我们也有播到 但他们都播过这个新闻嘛 对吧 我播的时候觉得还蛮 就是蛮沉重 为什么你一说 你怎么没笑呢 你会播这个新闻 播的时候都抱着一种 沉重的心态 但被你一讲啊 我就有一种笑到 乐不可思的感觉 发生的那天 就是被撞的新闻 报了年终盘点 就变成笑话了 完全搞笑的新闻 感觉就是可以啊 这就是年终盘点的意义 对啊 我跟你说国际 你讲国际 人家总结的才叫 有有有有看点的 说乌克兰提议 取消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 被俄罗斯一票否决 这个是假的吧 这真的 就是常任理事国的那种 常任理事国一票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他提议了 但真有这样的事情 对那表决俄罗斯就否决了 中国还投赞抽票 不可能吧 中国一般就是弃权了 弃权了 弃权了 然后这个 一名韩国 你知道今年还弄过MERS 对对对 一名韩国MERS 中东西中和症 女患者 从隔离区外逃 韩国警方根据其外貌 一天抓了500人 然后 女友错将风油精 当成润滑油 哎呀 这个有点黄 女友错将风油精 当成润滑油 小王新婚之夜 在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 在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渡工 然后这也是真事 一名男子去宾馆开房 花800块钱叫了俩小姐 结果三个人斗了一晚上地主 该男子倒赢2000多 好励志的 这就是这男子 打斗地主一决 嫖嫖嫖嫖嫖 就是嫖完了 就说咱们 那所以如果警方抓到他 比如说警方在斗地主 当时开门破门 聚中赌博 也是要被抓 只是不是嫖枪罪就对了 肯定比与多名女子发生关系 要罪要轻一点 对对对 反正两个都是罪嘛 而且赌资填了嫖资 这个该怎么说 还倒赚钱 有没有 对对对 还有很多 你说说你有什么今年 你整天播新闻 你给我们说说 你的印象深刻的 其实我印象深刻 确实都是国际新闻 因为我们这个凤凰台 就是主张 就是主打国际新闻多 我就记得 其实今年恐怖 不让播的就给一票否决 领导一票 领导一票否决 我们超多票都可以否决 不用不几一票 就是恐怖主义吧 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 就是恐怖主义的那个兴起 从年初的这个查理周刊 然后到11月的这个巴黎恐袭案 我其实觉得这一年 虽然感觉上没有像就是前一年什么飞机掉很多 但是那个心理的恐惧是比之前来的大的 我觉得是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刚开玩笑说没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我觉得在某一种成分上也是一个对立 是一个就是文明宗教的冲突的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我感到失望突然年水平高起来 我怕观众投诉说我不读书 你知道我想要练习一下 对对对对 这样虽然 咱们用图像的方式 也回顾一下 看你对哪个事最有感触啊 咱们看看啊 咱们这快速 你看这今年火的 大家还记得今年的火吗 然后这个奔跑吧 兄弟今年火 然后毕老爷到哪去了 对对对 虽然就不要强调了啊 这狼牙榜 今年火了 然后再看 这个更火了 小鬼子 非要摸我裤装 来吧 最后爽一下吧 好 哎 唐麦郎 我的滑板鞋 你看吗 我的滑板鞋 时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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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时尚 哎 这是今年火 哎 我们 这俩今年 我们今年火 然后你再看 呃 这个安吉拉贝贝和黄小明的 世纪婚礼 哎 世纪婚礼啊 这个是今年 这个网红大热 网红 哎 网红吃天王 对 网红吃天王 喝下 网红吃天王 好好 这啥意思 网红吃定了天王 过天王 不就找了个网红吗 然后那个 猪 这是小猪 行了 咱们还是看看 有成就的女性 吗 土悠悠 哎 我今天看这个网友 评论说土悠悠啊 他说大家不是关注土悠悠得奖 而是关注土悠悠 拿了奖金也在北京买不起房 对对对 土悠悠 哎 然后你看 哎 这是天津 天津港大爆炸 哎 我们还要说说 这个不就是这个 这个现在 这个这个 深圳的啊 对 这个所谓滑坡啊 然后就是哎 开放二海 放开二胎 养孩子多少钱 才算够 我就说了 计划生育法 修改案 1月1号正式实行 今年周杰伦 哎 他是又结婚又生孩子 是吗 对 没错 哦 那是婚前就已经 他没有告诉我 但他确实还一直生了 用告诉吗 我们就算月份算不出来吧 虚老师你看 对 就是纪念了吗 反法西斯战争多少周年吗 得阅兵 来再看 再再再看 哈 在这个还是咱们中心 崇拜的 新版的 对 就是那个原字 被大家这个争 争傲 郝明健 郝明健原来是 上海文艺策板社的 社长我认识 他现在编个杂志 叫姚文交字 他就弄出来说 原来国家法律 规定那个原 应该是那个元旦的元 然后居然印在上面错 结果有关部门 现在开始考证 从说文解字 一直考到词汉 考下来的意思是 两个字是通的 都可以用 但是总会觉得有点 有点 不我还是挺佩服 郝明健这种 要文交字的精神 对 要这么较真的话 对吧 他们这工资 一个月都扣光了 真的 我们光念错字 这件事情 就已经应该 已经扣到工资 都是付的 像你跟网友说 搞什么搞 能用就行了吗 没有 网友都说 没关系你不喜欢 你觉得他错 没关系都会给我吧 我来花 我来花 没错 没错 咱们实在不行 咱们投资20万 做他17万 强强赛言行广告 之后见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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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还有一些 这个最佳负能量盘点 你知道这个 我先给你先最后一条 说是张艺谋缴轻 全额超生罚款后 中国政府允许鼓励生二胎 他也不止二胎 然后学医的女票 就是女朋友 发现男友出轨 连桶32刀 刀刀避开要害 这家伙是刨丁解牛 32刀没事 我还蛮喜欢这个负面盘点 这超好笑的 好笑吧 对这个非常好笑 而且都是真事 你比如说教师猥亵女学生 一审获判一年 不服上诉 二审获判十二年 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这个 做假逼这个事情我有做 你有做假逼 不是就类似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 我最近常常在反省 就是花很多时间 我们做研究嘛 有时候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研究一个过去的作家 某一天跟谁吃饭 什么地方 什么什么 然后自己呢 哪一年去什么地方玩 什么地方 自己很重要的事情 全部记得了 所以我发现做研究 基本上是用这个 做假逼的精神 就是你投入的东西啊 有时候比你产出的还要多 是是是 所以你们讲到做假逼这个 我认同 我觉得我好像也是这样 好感慨了 韦杰你觉得今年 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我今年特别感触 我觉得对自己 觉得自己还蛮骄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爸已经退休了 就然后我们就是从来香港 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就一直 没有好好带他们出去玩 好不容易今年呢 我觉得我达成了一个目标 就是真的可以请个假 然后带着粮老 然后去玩 然后就是有一种 被依靠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还是我今年 觉得做我的意见 我觉得还蛮 就还蛮令我自己开心的事情 几十年来 头一次这么干 是吧 以前去去玩 其实因为从念书之后 出过念书之后 然后在工作什么 其实很少在他们身边 可能就是你回去过节的时候 在或是回去在 你不会真的说 都是回台湾多嘛 你就没有带他们出去玩 但今年是就是除了送他们出去玩之外 就是自己还带他们当导游出去玩 就是一个当驼 那个驼兽的概念 就是去把你们要干嘛都可以 都的那个感觉 然后就陪伴 静孝心 对 哎 真的是 真的是 这方面啊 我觉得这个 好像老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似的 啊 就是前一阵我爸爸还说 从来不跟我 就是说 我其实很少回家打电话 老是觉得应该打 老是觉得应该打 但老是忘了打 结果我爸爸从来不会说的 但是那次都忍不住通过这个 我哥哥跟我讲 说这是为什么啊 怎么很久没打电话了 哎呦 我听了我就觉得好谴责 好谴责自己 真不是东西 是吧 没关系 待会下下了节目再打就好不好 那新年新开始再打一打 下了节目 我还有别的事 我们还是看一些励志的 真的 徐老师 有的时候想起中国人的生活 我觉得心酸 老是觉得很心酸 而且我们是不是人口太多了 就是总是人跟人 人跟人 很多 你看中国的这些最大最佳盘点 是吧 全是人际关系 可是我跟你讲 这儿YouTube 昨天有一个年轻人给我看 就是他人家YouTube 把这个全年 今年啊 500多段点击量最高的 这个就很好看的视频 剪成了一条片子 这个片子还挺长 我一看 哎 看的真是起范 就是 你就会觉得 就是那样 还有世界上那么样一些人呢 拿着自己的生命啊 去冒险 那种感觉 哎 真是向上 又阳光 又让你感觉到这个 人类的这种气概 你知道 好 我们从今年放到明年 肯定的 肯定的 我先给你放第一段 我今年就连续剧了 今天我们将预告 水的水 在马尔 在马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火轢点赞 转发 你这还有一种啊 就是除了负能量之外啊 还有一个种盘点的方法叫十大反转新闻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比如说有一个徐老师你肯定感兴趣 就是庆安火车站 这个警察开枪打死访民徐纯和 这是今年的一个大事 你记得吗 打死徐纯和 好 一开头这个民众的反应是恶警 为何不打脚 枪口为何不能抬高一寸 然后反转 反转的这个就出剧情出现了反转 徐纯和上访要求 把母亲送进养老院 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 把三个孩子送到福利院 火车站监控视频显示 徐纯和摔孩子 夺警棍 袭警 然后再次反转 这又剧情反转 死科律师组织网民到火车站举牌 要求公布有声音的完整视频 然后再再次反转 举牌网民上央视 坦白自己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拿钱举牌 又意思 又这么反转 还有一个杭州李先生称 每次出差都会被警察调查 原来自己呢 跟一个通缉毒贩同名 警察抓错人了 记得了吧 然后反转 真是 反转了 反转杭州某报经过调查 认为警方录入信息 没错 李确实曾因贩毒被判刑 现在是监视居住 李这么做 完全是贼喊捉贼 并戏称 这个杭州某报戏称李是影帝 你是演的 对吧 然后再次反转 杭州某报再次经过核实 认为警方录入的信息的确有误 对不起李先生 你不是影帝 我发现这其实是跟这个自媒体的发达 比如说网络的发达 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 我记得有一个新闻 我也还蛮印象深的 就是那个一个大学生 师范学校大学生 是不是撞到了人 人家都觉得说 因为当时不是常会有讹人的这个消息 大家都觉得说是老人家 讹了这个学生 就后来监视器调查 发现说他真的撞了人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子 我发现有说是 我们常说有图有真相 但现在我真的觉得有图不见得是有真相 没错 有人都能给你接上 谁的脑袋 谁的身子 你能有什么真相 另外还有很多热词的总结 今年据说总结下来 很多都是偏肉的 就是颜值啊 小鲜肉啊 这类的 也有些政治的词 那有一个很长的词 叫急性短暂性精神失常 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热词 还有一些很政治的什么一带一路啊 妄议啊 什么什么 但是我记得最最清楚 我觉得最能概括这一年的这个关键词 就是 所以你知道那个是哪来的吗 那个是成龙的一个广告 成龙的那个不是吗 但是做这个的人 他是来自于二次元的世界 你知道就是未来的这个互联网啊 就做这种动漫 给你做这种动漫 就做配字啊 有一些小孩子 他们都非常熟悉日本的那种二次元的东西 他们就在这的屋里自己做这个东西 那个成龙的这个啊 就是最早在他们的那个网站出来 我现在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就做这种东西 你现在网上看见的很多都是这个 所以我是刚才这个伟杰说的也是 我也觉得啊 今天好像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啊 太容易啊 而且就是真的 为什么一年里觉得什么都记不住啊 因为塞的太满了 太方便 碎片化 碎片化 就是你想想你 你可能你一天你比古人接收的信息增加一百倍都不止 对吧 你能心里能不乱吗 而且我们不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 稍微有点空就去就去就去 对对对 知信恐慌症 就是你觉得好像哎 待会手机如果没有讯息来 没有推送没有什么 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手机坏 要换新手机来 所以到了年底 我发出个感慨 把手机换了 今年无大事 哎 我的意思是说啊 信息的这个大爆炸呀 实际上使得你啊 呃能得到点靠谱的消息更难了 嗯 你完全没办法相信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反转 那天他们就说这个这个呃 琼瑶阿姨打官司打赢了 对对对对 抄袭嘛 抄袭 然后就当时就讲 说余政这个人也是真下功夫 他是这个编辑这方面他抄袭 可是不是说他没能力 比如他在制作很用心 对炒作更用心 对宣发更用心 嗯 你知道我一下子就联想起来 你们注意到没有 现在你看新闻 你看所有关于电影消息的新闻 你都要谨慎嗯 比如说可能这个电影很好看 但是我现在完全失去了参照 因为我怎么看着很多 每一部电影都是很好看的啊 不是他的新闻都像是那个软文宣发 就我们所谓业配 就业务配合 就是他就是我 业务配合 又学报一句 你配就是我下广告给你 然后帮我写一篇文章 那这个文章只能说我的好 或者是说赞扬我的好处 我们说业配 在台湾我们讲的一切都被纳入了 这个文化工业的整个大的系统里 对你看我看的是某网站的新闻客户端 哗哗哗你看你 我就注意到所有的电影 现在啊 一开头出来的这个文章啊 我都闻到一股子 不像是我们中立客观的新闻记者写的 但是他确实以新闻的题材 甚至于有些是批评的 可是你知道就好像说你闻就能闻猪儿了 对那种批评似乎也是一种宣发 于是你现在你比如说 哎呀今天这个周末破了全世界六个记录 什么什么 这种新闻标题就开始出来 但是我怎么觉得味道都那么有点不对 也可能是真的啊 就是现在使得就是说 什么都变成了一个宣传 电影的制作费不如他的宣传费 每个人的收入呢 灰色收入超过正常收入 这个就是整个社会现在运作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 所以就叫人失望 就没意思 是吧 你我你像刚才徐老师讲的那个 我也挺有体会的 就这个玩意儿啊 它是个上瘾 而且就刷屏这个上瘾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说今年我不是开了一个叫什么 也不是我开了 就是就是开有一个微博 就说吧文涛 就是就这么一个 是发那个我的那个视频节目的 我就后来我就看这个留言 我就一看留言呢 我就发现我就有一些啊 我过去没体会到的 这个东西上瘾 有时候看完了 晚上一点你也该睡了 你发现没有 你有意识还在过瘾 会啊 饿狼一样的那个动静 我也会 有时候你就骂的 没了 我也会一样的样子 你在做这个动作 懂一下懂一下懂一下 你在干什么呢 而且就是睡醒 第一件事也是先拿手机 再刷一下 我睡着的过程几个小时 是不是有心留言 对 我觉得我也会这样 后来我知道得剁手了 女的也剁手 男的因为这个要剁手 比如我们都是那个 哆啦A梦没有手 不能按手机了 因为大家都剁手了 对 就这种 这个信息啊 一方面真假难辨 一方面过了你的脑子 你其实什么也记不住 再方面的你就是要不停的流 不停的流 希望看到一个不停的新的 不停的新的 不停的新的 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行为 而且还会困惑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讲的很有意思的东西 很少人关注 有时候随便说几句什么东西 很多人关注 然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大家都是网络中毒了 你看就是要很关注的是 网友的流量啊 然后留言量啊 或什么的 我觉得都会啦 我觉得这是 就是你在做这个工作的人 或者说你都会有这样的 我觉得大家很正常啊 就像以前要看收视率 是一样的道理啊 只是说现在这个收视率 变成是我们的点月率 把网络当做镜子 其实网络是 倒连隔离的画像 知道这个故事吗 什么 画像替你老 人永远年轻 直到有一天 一刀戳在画